讲解 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说个消息 就是12号 纪元头条就要去升的频道 大家可以打纪元头条 在网上搜索就会看到 升的频道除了纪元头条之外 还有香港故事 和时代数千等节目 记住11日区新的频道看机缘头条 以大机缘独特的时点和角度 解读中国和世界时事 为你分析时局走向 11日新频道见 美媒直指奥巴马 Facebook固庸中共国籍员工审查言论 美国大选仍剩下约一个星期 天外飞来太空人一票 欧美爆第二波疫情 多国确诊案例创单日新高 多国首脑部长掩疫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明年开始BNO移民的英国大门躺开 近几个月 有不少港人开始买英国楼 业界透露7月至今 有关成交超过7000宗 购买英国楼的同时 少不了抛售香港楼套现 另外有分析认为 国泰航空裁员等失业原因 或引发楼市放盘套现 经落案揭转界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 本港银行对所有港农员工的 楼宇按揭的申请已即时停批 其余航空公司员工的 按揭审批也会比较谨慎 随着部分航空公司员工 放盘套现 预计楼市有个位数的跌幅 中文大学楼祖德 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上务所长庄泰亮分析说 如果疫情持续 航空业难以复苏 国泰可能会出现第二波裁员潮 届时失业率或会突破7% 下面关注一下拜登家族 负败的最新消息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发声明宣布 联邦调查局在23日 调谈了拜登儿子的前合伙人 波布林斯基 要他交出手机中的相关资料 波布林斯基在22日公开指控 前副总统拜登说对儿子 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不知情 是说大话 还说拜登正是此前被披露的 享有10%股权的那个大人物 并表示愿意提供三台手机作为证据 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 约翰逊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10月22日班农·战情室 在推特上放出一段影片 显示2017年10月1日上午10点48分 疑似拜登的弟弟 詹姆斯·拜登 写给亨特的封电子邮件 邮件显示 詹姆斯·拜登 告诉亨特 你需要打电话给我 刚刚放下你父亲的电话 他就跟The O开会 一些大胆的交易收购 我们商业生涯的两个最大的日子 正是等着我们 邮件内容提到 前副总统乔·拜登 正在说部分交易的内容 并要求亨特一定要冷静 避免造成损失 并要求亨特一定要和自己合作 战情室推文发文 说这个O又是谁呢? 有网友翻出 2017年9月30日的一则报导 指奥巴马和乔·拜登 一起出现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运动场 观看勇士不败运动会 Invictus Games的轮椅篮球比赛 而上述邮件是2017年10月1日发出的 22日美国保守派网站 Gateway Pundit的报导说 邮件内的O可能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电邮门炒闻曝光后持续发酵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大佬被牵扯出 福克斯新闻22日也披露了一封重磅邮件 这封题为第一阶段国内联系人项目的邮件 是由乔·拜登的兄弟赅姆斯·拜登 在2017年5月15日寄出的 售件人包括亨特·拜登 和他三名合伙人托尼·波布林斯基等 邮件内列出一个第一阶段目标项目的关键联系人邻单 其中包括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 贺锦丽·范斯丹·Diane Feinstein 加州民主党籍前州长布朗Jerry Brown 现任加州州长前旧金山市长 亨特的朋友纽失母Gavin Newsom 洛杉矶市长加设提Eric Gassidi 圣地牙哥市长弗尔·克纳Calvin Falconer 名单里面还包括不少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 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库默Andrew Cuomo 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舒默Chuck Shimmer 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 露天娜 Kyerson Gillibrand 民主党籍纽约市长白诗豪 Bill de Blasio 纽约经济发展局局长 扎姆斯基 Howard Samsky 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总裁 Maria Torres Springer 目前还不清楚这份名单上的民主党大佬 是否与拜登家族联系过 但这批人 显然是拜登家族准备实施计划的第一批目标 亨特的前商业伙伴波布林斯基 在22日对福克斯透露 他被警告 不要将拜登的相关信息公开 否则将会撞送所有人 拜登家族丑闻被曝光后 Facebook等社交媒体 对相关报道进行了苛刻的审查 引发民众强烈反弹 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现时至少一半持有美国H1B签证的中国人 在Facebook的监控屏蔽团队工作 Fox News主播卡森也表示 Facebook至少聘用6名持有H1B签证的中国人 任职言论审查团队 负责开发相关演算法 他们负责编写程式 令Facebook可以自动屏蔽 和封锁任何仇恨言论 外界指批评认为 出身在信息封闭的国家的中国人 不能准确拿捏屏蔽信息的标准 最终只会令美国的言论自由 逐渐被打压 不过Facebook发言人就表示 全球有超过3万5千人 负担Facebook上的安全问题 这些中国员工 没有能力影响公司整体政策 另一方面 美国左派媒体 例如CNN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几乎对拜登家族丑门 赤字不提 不过随着不同途径 大量相关事实的曝光 左媒已经难以坚守 华益街日报 开始质问拜登家族丑门 并指问题在拜登身上 多米落骨牌开始塌了 在电邮门丑门继续发酵之際 22日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场辩论结束 在当日辩论结束之后 拜登团队工作人员 在他的港台上拿起iPad 有民众质疑 拜登在辩论会上的回答和攻防 是透过iPad即时取得相关提示 最后一场辩论结束之后 大选的提前投票也陆续展开 有网友发推文 送上特朗普最强助手 法文说成龙为拜登代言 并附上一张拜登和成龙一起的亲密照 网友留言笑话 难逃成龙魔咒 说拜登要关灯了 可以轻轻松松了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24日 在佛罗里达州提前投票 支持自己 他走出投票站后笑着话 我把票投给一个叫特朗普的人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5300万人 通过不在籍通讯投票 和提前投票的方式 投下重要的一票 美籍太空人 努奔斯在23日 从国际太空站 将选票投给心目中的 领导选候选人 这个天外飞来的一票 被网友笑声是全美 旅途最远的选票 这次美国大选 美国国内出现 经为分明的两大阵营 被此发生激烈碰撞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这一次的没有硝烟的 不流血的内战 它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政治路线的 这种分歧的范畴 这就是一次善恶的对决 表面上这个是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国家 未来的左右之路去做出一个选择 但是实际上对全世界的人来说 它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去做出一次善恶的选择 随着大选临近 24日美国的中共病毒确诊人数创新高 达到82,929例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 肖特、Mark Short同日被确诊呈阳性 在过去10日里 欧洲每日感染数量都增加一倍以上 单日超过20万例 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等多国部长确诊感染 23日波兰总统到达 被确诊 目前情况良好 已经自我隔离 23日波兰新增13,632 创下单日新高 全国累计超过24万人感染 法国22日新增416,622例 打破单日最高纪录 感染总数累计超过100万 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 22日宣布 宵禁范围从巴黎等9个城市和地区 扩大到38个区域 涵蓋人口的三分之二 他警告 欧洲和法国的第二波疫情非常严重 德国22日确诊11,287例 创下大流行以来的最高新增幅 当局警告情况非常严重 敦促民众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西班牙22日确诊20,986例 创下单日新高 23日俄罗斯有17,340确诊案例 创单日新高 香港23日新增11例 其中9人是20日乘搭尼泊尔航班抵达香港 直至目前一直没有通报任何病例的北韩 在23日警告民众留在室内 声称从中国催离的季节性沙尘暴 恐攜带中共病毒 捷克卫生部长罗曼普利·麦拉 Roman Primula 周四22日在众议院说 中共病毒COVID-19 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他同时也指出 这种病毒实在太复杂 不是人工可以制造出来 病毒而肆虐全球近一年 被受关注的疫苗问世似乎并不乐观 21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首证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 在东南科技论坛上表示 中共肺炎疫苗 还未完成第三期的后期临床试验 认为在疫苗的有效性和保护效果 还未特别明确的情况下 普通民众暂时不必考虑接种疫苗 他还表示即使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出来 亦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不能够百分百保证绝对安全 中共内部专家上述说法传出后 外界质疑国产疫苗是否出了大问题 同时上星期巴西卫生部长表示 巴西计划购买4,600万剂 由中国公司科兴生物和圣保六一家公共研究所 共同开发的新冠疫苗 并计划将其立入该国的免疫计划 但仅在一日之内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作出战略转变 宣布巴西政府不会购买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 21日总统博尔索纳罗 在推特上回应要求取消购买中国疫苗的呼声时表示 数十亿元不能花在仍然试验的药品上 我的决定是不购买这些疫苗 巴西人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白老鼠 下面是一则短信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24日深夜表示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列为恐怖分子通缉要犯马士黎 已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中部加之尼省击毙 据悉各席为埃及的马士黎 是盖达组织的第二把手 他还有另一个名叫阿布达努夫 是美国FBI恐怖分子通缉要犯之一 今日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守护真相 永不放弃 我是雪儿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及时间 请不吝点赞及时间 就是我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及时间 EM明